嗨,我们英语熊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这个Tonin Chen呢 目前呢在我们台中市立文化中心 今天呢是一个大日子 就是我们成立六周年的欢喜剧团 今天在文化中心有公演 问你访问到的是我们剧团的负责人 陈金燕你好 你好,大家好 哇,这个恭喜你 我们这个欢喜剧团成立六年了是不是 是,六年了 哇,这六年来 其实每年都有做公演 以今年来讲的话 会在哪些地方做公演呢 我们今年就是会有市场的公演 两出戏 第一出戏 我们的今年新戏是十戏季 那十戏季演两场 上个礼拜在南投影艺厅演过一场 那今天是在台中的大多文化中心演一场 那下礼拜呢 我们是会演过去演过的戏 就是舞女拜授 在园女演艺厅 11月24号 礼拜六 在园女演艺厅 舞女拜授 还有另外一场是在 明年的园月5号 在台中港区艺术中心演出 舞女拜授 这两场需要手票 如果观众有兴趣的话 麻烦 以后你们可以点入我们的 就是搜寻欢喜剧团 我们有网站 有网站 有粉丝专业吗 粉专还没 没有 就是有网站 就是会公布我们的一些新角的讯息 好棒 我想欢喜剧团的六年了 对不对 也酝酿了不少的粉丝 对不对 而且到目前为止 好像你们每年都是义务演给我们这些喜爱歌仔戏的朋友看的 对不对 是是 因为我本身非常喜欢歌仔戏 所以冬季只是为了高兴学歌仔戏 后来就结识了非常多的志同道合 然后大家对这种歌仔戏的那个艺术也是都非常的向往 所以我们纯粹是为了要追求这种艺术 所以大家结合在一起 那是因为老师对我们的鼓励 他希望我们能够演 就是朝着演大戏这个方向去走 所以才会慢慢慢慢的才会走上舞台 一开始我们都没有设心要上舞台的 我们只要学自己高兴就好了 对 不过我们看到了这个陈金燕呢 他呢真的不只自己演的好 还要带领整个剧团 真的是不容易 能不能跟我们英语学博朋友分享一下 带领这个欢喜剧团 这六年来你觉得最辛苦的地方在哪里 然后你需要社会大众呢 给你们怎么样的支持鼓励呢 我觉得今天一个剧团要做的事情 非常非常的琐碎 尤其是在没有经费之下 都是要出自愿大家来互相帮忙 所以我当一个团长 从头到尾 从新系的开始开拍 不管还有整个教室间的那些排列 包括说我们要申请我们的演艺 就是表演这种过程中 真的都非常的琐碎 那我觉得一路走来 虽然是辛苦 但是我觉得如果是快乐的 我觉得这是非常值得的 但是我会觉得说 要处理的就是很多很多人事之间的问题 我会觉得说 在一个团体中就是会有些人事 常常要去摆平 这是比较会觉得 比较辛苦的 人员方面 对 这当然是很辛苦 那在经费方面 像这样一个正式的公演戏 大概的话要发多少的经费呢 我们如果说平常排练 因为是我们用公司自己 就是把我们办公室 就是拿出来当排练 长一些水冰份 我们都完全不收 我跟学人收的 就只有老师的私支费 其他我们费用都没有收 那包括演出的话 我们的那些种种的经费 都是由剧团来cover 所以一场公演戏 如果你没有布幕的话 差不多在13万至15万 看戏的大小 那如果有加上布幕的话 都要逼近到20万 那我们申请到的经费 真的是不多 甚至没有补助 因为有时候 当期申请的补助时间过了 那你就没有办法申请补助 是这样子 那想请问团长 其实我看了好几届 我们这个欢喜剧团 你们的戏 那当然我也到台中 歌剧院看过买票的戏 其实真的不相上下 你们想说有一天 我们欢喜剧团 也可以卖票来演出 这样子一个努力方向 其实我想要 就是像大众社会 做这种公园 其实不是说为了盈利 而纯粹是想把这种 这么好的歌仔戏 这种精致的文化 介绍给大家 尤其是因为 一般大家都停滞在一桌庙口 其实庙口不是不好 而是因为真的 现在渐渐摸摸 观众渐渐少 大家已经都不重视这一块了 所以我会希望说 借着我们 我们剧场的那个歌仔戏 然后能够去让 我们其他观众来看看说 歌仔戏是有这样一个风貌 是啊 而且好像呢 这个经验本身 不想参与这个 一般的这种野台戏的演出吗 为什么 我觉得这个是环环香 然后其实早期 一些名剧也是都是出自于 那个野台歌仔戏 但是因为现在真的是 大家不重视 观众少 那大家学习的那种志愿意愿 也就低落 所以就是一种 恶性循环 对对对 就是这样环环相过 然后就是大家都不起劲 所以你自己看 常常野台戏 前面一个观众 两个观众 你演得起劲 对对 那大家自然会觉得说 那个不好看 了解 谢谢 我们在今天的演出之前 很感谢我们团长 愿意播客 来跟我们分享 在这边也祝福 我们欢喜剧团 年年长长久久 谢谢您 谢谢您的祝福 也祝福你们 接下来的演出 能够顺利成功 谢谢 谢谢 谢谢咯 我们英语学文报 下次见了 拜拜